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4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台东县文化处延续了去年以老歌为主题的 吹南风赛音乐活动 受到年初疫情的影响停办了几个月 近期是恢复举办 特别邀请到知名的小旦、司马玉娇和许仙姬 带来传统戏曲的表演 也吸引了在地老中青的民众 共襄盛举一扫疫情闷坏的心情 歌仔戏知名小旦、司马玉娇 拉着粉丝一同演唱经典老歌阿娜达 台下听众热情跟着打节拍 现场气氛相当热闹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趋缓再睽違数月后 台东县文化处再次举办 吹南风晒音乐活动 23号邀请到司马玉娇及许仙姬 带来传统戏曲演出 勾起许多长辈们的回忆 看到我们出生的艺人来这里 台东啊 觉得很高兴 我们很荣幸啊 唱的歌曲好像也是比较他们那个年代的感觉 然后会让老人家比较有共鸣 然后比较愿意出来参与这种活动 台东县文化处从去年起 就以老歌为主题 推出音乐会活动 受到老中青三代好评 在疫情的影响下 近期才复办 但防疫措施依旧严格到位 要让民众安心听歌 一扫闷快乐的心情 那我们这两年 我们争取到文化部的辅助 办这个活动 那已经形成一个特色 每个县民朋友都知道 每个月一定会有一次的老歌的演唱会 有一个地方可以走走 而且里面大家都有戴口罩 所以其实跟疫情感觉 也不会有什么危险的感觉 文化处也表示 除了规划好的八场音乐会 及八场试集外 也将持续于小型流动 不特定观众群的方式办理活动 希望在疫情稍缓的时刻 献民能够在生活中 不经意地感受到艺文活动 记者 杨家会台东市报道